这是美籍华裔女博士被警方击毙时的真实影像 2022年3月的一天 一位居住在美国的华裔女博士 在家中被四名警察开枪打死 事后法院却认为警察无罪 这则爆炸性新闻在网上迅速传开 网友纷纷表示 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惨案 可看完事情的经过后 网友又沉默了 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 又是什么给他带来了这样的杀身之祸 感兴趣的朋友们 还请点个关注点个赞 咱们接着往下看 2022年3月3日这天 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局收到消息 要求其前往西北齐街的一栋公寓里 将一位名叫李燕的华裔女房客驱逐 原因是李燕拖欠3.19万美元的物业费 长达三个月 并且拒绝与物业公司进行任何沟通 警察邦奇接到指令后 很快来到李燕所在的房门口 在确认过对方的身份后 将手中的驱逐文件递了过去 并要求他尽快离开这个房间 可让邦奇没想到的是 李燕在听到自己的话后 脸上原本平淡的表情 立马转变成了满满的警觉 接着李燕将房间门打开 接过了对方手中的文件查看 并要求对方出示警员证明 可就在这时 站在门口的警察发现 李燕的手中竟然拿了一把菜刀 本能的警察将腰间的枪逃出 并后退几步 告诫李燕将手中的力气放下 但不知是否是因为警方的态度问题 这样的举动瞬间刺激到了李燕 原本正在看文件的李燕 看到警察手中的枪 情绪瞬间激动起来 他对着门口大喊 这是我的家 你是物业请来的假警察 你给我滚出去 就是这样的举动 成功刺激到了对方的神经 警察继续持枪与其对峙 双方剑拔弩张 危险一触即发 随后在这样的对峙中 许是李燕害怕自己受到伤害 将驱逐文件扔在门外 将门重重关上 这样的举动也成功让事态升级 警察随即叫来大批警员出动 30分钟后 大批警察聚集在李燕家门口 随后将李燕的房门破开 期间还不断用非致命武器 恐吓李燕 双方又僵持了将近40分钟 期间巨大的恐惧感包裹着李燕 这样紧张的氛围 随着时间的加持 也很快让李燕的精神濒临崩溃 他猛地将房门打开 挥舞尖刀冲向警群 警察被这突如其来的冲击惊到了 连连后退 过程中李燕刺伤了一位警察 此时门外的警察适时将李燕击倒 害怕他再有什么过激的举动 警察随后又在李燕身上捕了十几枪 随后案件被判定为李燕主动持刀袭击 警察正当防卫 开枪将其击杀 2022年3月的一天 一位居住在美国的华裔女博士 在家中被四名警察开枪打死 最终法院认定警察此举为正当防卫 事后圣迭格市的警方声称李燕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 并且手持尖刀对警察产生了生命威胁 迫不得已之下警察才将她给击毙 被击毙后警察还称对李燕做了急救工作 但因她伤势过重最终还是不幸离世 对于警方解释的李燕患有精神疾病一波 事后证实的确如此 可这样一位精英女博士为何会有精神问题 这一切还得从李燕的个人经历说起 在同学们都在为工作发愁之时 李燕凭借自身的努力考上了美国耶鲁大学 在医学院攻读生物统计学博士学位 可背景离乡的日子哪有这么容易 在耶鲁 李燕付出了自己全部的精力 终于顺利毕业 可四年后的她又面临了艰难的抉择 自己是否应该回到祖国的怀抱 正当她犹豫不决时 一封来自美国辉瑞公司的邀请函 让她很快做出了决定 辉瑞公司是一家生物制药公司 在美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面对大企业抛出的橄榄枝 很难让人不心动 于是李燕选择留在美国 并入职了这家生命显赫的制药公司 虽然事业上小有成就 但李燕在感情上却并没有一帆风顺 经人介绍李燕认识了自己的丈夫 后来两人很快步入了婚姻殿堂 并在次年生下一个儿子 可产后的李燕却接受不了自己的变化 开始和丈夫频繁争吵 出现产后抑郁的症状 需靠药物维持 不久后两人走向了终点 离婚后的李燕为了自己的长远发展 决定在此地给自己物色一套公寓 后来在几经辗转下 李燕买下了现在的这套公寓 可她怎么也没想到 多年后这套公寓竟要了自己的命 自从住进公寓后 频频出现问题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 李燕选择聚交物业费 因为在她看来 这个公寓根本不值得她去交物业费 就这样 李燕最终欠下了3.19万美元的物业费 这期间物业的人曾多次上门讨要 甚至用拍卖房子来威胁她 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随后她被相关物业告上法庭 因为在美国 所谓的物业和国内并不相同 当有人拖欠物业费时 他们会先安排人员上门催脚 如果不配合对方工作 他们甚至有权拍卖房主的房产 用来缴纳物业费 虽然这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但在美国的制度下 这确实有明文规定的 依照当地的法律 李燕购买的50万美元房子 将以3万的低廉价格拍卖出去 物业派人跟她交涉 但结果并不愉快 后来物业协会找到了法院 才有了开始这一系列的悲剧 2022年3月的一天 一位居住在美国的华裔女博士 在家中被4名警察开枪打死 最终法院认定警察此举为正当防卫 在李燕死后 他的邻居詹姆斯 也就是目睹了李燕被枪杀的人 曾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道 李燕其实可以不用死的 詹姆斯告诉记者 李燕患有很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平常有事去找他的时候 对方也会很警惕地拿刀对着自己 而当李燕和警察第一次发生争吵的时候 詹姆斯就曾告知过警方 李燕的精神问题 但警方并没有理睬詹姆斯 反而带来了警犬和武器 这才使得本就精神状态不佳的李燕 变得如此狂躁 其实如果警方能够采纳邻居的建议 叫来心理医生对其进行安抚 说不定李燕就能放下手中的刀 这件事也可以得到有效沟通 不用走到兵戎相见的这一步 其实除了房屋处置权这样的不同外 美国的许多制度和中国都天差地别 也许在我们看来 李燕的死 美国警察应占主要的责任 如果不是他们不弄清楚缘由乱枪射击 他也不至于惨死 可在当地警察眼中 这一切的最终结果都是李燕咎由自取 如果他配合 也不至于会发生这样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 仅李燕所在的这个地区 一年就有四人被警察开枪打死 而这件事也让人们思考 近些年来 美国警方的开枪法则 是否真的符合标准 在这件事中李燕的行为却有不妥之处 但他是因为拿刀 还是因为身份等原因 而命丧皇权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 本可以和平解决的问题 最终却发生这样的悲剧 不免让人感到惋惜 最后建议在海外的同胞们 出门在外 尽量遵守当地的规章制度 切记冲动 如果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 也尽可能选择合法途径解决 这就突然 Lydia Kurt 门